今天这个村子还不错 你看这个大门旁边的雕塑挺漂亮的 歹家风情的这种感觉 民族特色很浓郁 这是一个凤凰 对 大门也是特别的 进车很方便 进车很方便的 这是在一个村里 今天老张又给大家找了一个 在景洪市歹族人家的一个 可以算是一个婚宴接待场所 也是一个大院子 看看有没有朋友喜欢的 八亩地的大院子 让老张带大家走一圈 看看这个场地怎么样 现在咱们就进到这个院子里面了 对 你站的地方就是门口 门口很宽敞的 对 门口停个十几二十辆车也没问题 不光是这边 整个这一大片 是个大型的停车场 门口停二十个车没问题的 应该是 正前方是他的一个接待厅 他的这个接待厅里面 相当于 就是也是坐着的 娱乐的一个地方 目前是没开门 介绍了这么多我们 北方的小院 南方的小院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 歹族的小院 这不是叫小院 歹族的大院 战地八亩 村间一个大赤桃子 对 歹族人很喜欢水系 他们一般就是把水系 和整个的这个村庄 就结合在一起 很漂亮 在这吃饭 既能吃到美食 然后又能观赏到美景 到晚上的时候 这些房子的灯一开呀 就很有那种 就是那种迷幻的色彩啊 很好看 是啊 也是在当地比较大的一个场地了 这里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 可以166座 可以举办大型的宴席 什么公司庆典呀 对 年会庆典婚礼都可以 还有大型的旅游团队都可以接待 对 据说这个老板呀 当时去见这里的时候 可是花了100多个 快200个了 对 整个搞下来快200个了 对 老张你看前面这个大舞台 真大呀 这舞台可以 哎呦这舞台真大 大型演出 真的是可以啊 你看这舞台多宽啊 一般结婚的那种典礼台 都是很小的台子 他这可能比较注重这种歌舞啊 你看这个舞台多大 搭建的这种舞台 这个舞台光宽度啊 就有个十几米宽哈 有吧 对 有十几米宽 这么大个舞台 可以举行大型的舞蹈 跳孔雀舞的地方 对 跳孔雀舞的地方 后边是他的厨房 配菜间 点菜区 这边有全套的厨房设备 全包含在里面了 对 全套的厨房设备 整个都有冰箱冰贵 超过到台 到厨房里面看看 其实倒手就是可以马上经营的那种 倒手就经营了 还是很完善的 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呢 就是咱们那个水系旁边的座椅啊 相当于是小包尖 是不是啊 小包尖 小包尖 它这一个小包尖弄的也挺好看的 你看 上面是吊的这种窃巢灯 弄的花啊什么的 周围的植物都是真的 在这里吃饭 聊天也是蛮不错的啊 两个包尖中间就是植物 中间是热带植物 给它割开芭蕉叶割开的 这样的小包房大概有多少个 134个小包 还有一个大场地 双桌包箱 保障你看这里要是平常有个单位的那种 去个餐 十几个二十个人 在这个位置还是不错 景色也挺好的 又是在村里面 就是农家乐的那种性质 大家休闲娱乐一下 转一转玩一玩 呼吸一下 这个村里的新鲜空气 挺好的 山庄的外面还有一些小田地啊 这就是农田 也能在这高采摘吧 我附近 大白菜 这些地不包括在内 对这是外面人家村里面的地 对村里的地 今天主要介绍的就是办 带族宴席的地方 那边的大的宴会厅 可以放下同时举办六十多座 婚宴或者是什么公司聚会什么的 然后围绕着这个池塘 这一圈卡座是有十四五个卡座 真的是很大啊 在当地来说很大的一个宴会 宴会的一个场地了 对 这个池子就占了很大的一个面积 里面可以钓鱼 所有的场地加起来一共是在八亩地 八亩地左右 然后呢老板也是全部都做到位了 就是到手即可经营 对 是很满善 所有的都包含在内的 是不是啊 对